那么我今天呢是给大家来介绍这个使用苹果手机的五个小技巧 一般就是大家在这个刚买到这个苹果手机以后 或者说是一些新手以前没用过苹果手机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其实还是挺那个重要的 大家不妨听一下 好那我们先就是介绍第一个这个使用的技巧 就是我们在刚买到这个苹果手机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先做一些安全的设置 这样的话避免我们的隐私泄漏 避免被攻击 那么就是有几项设置呢我们是需要做的 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用苹果手机的这个浏览器的时候 我们需要再对浏览器进行一些安全的设置 怎么设置呢 我们先打开这个设置 然后在设置里头呢 我们找到这个Suffer这个浏览器 然后呢我们点开它 然后呢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往下走 我们是找到这有一个叫阻止跨站网站跟踪 这项的话呢我们要给它开开 还有一个就是欺骗性网站警告 这个呢我们要给它点开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比较最大限度的来避免一些安全的隐患 好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安全的设置呢 我们还是点开这个设置 然后呢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找到这个隐私 我们点开隐私 然后呢在隐私这里边的话呢 是第一项 叫定位服务 我们打开这个定位服务 打开以后的话呢 我们滑到这个屏幕的最底下 定位服务的最底下 这有一项叫系统服务 我们就点击这个系统服务 好 进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了 这有一项叫共享我的位置 这项呢我们给它关上 还有一个就是基于位置的APL A.S 这个呢我们也给它关上 这是这个一个安全的设置 好 好 然后这项我们设置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返回到隐私 好 在这个隐私这里边呢 我们再往下走 在这个底下有一行叫 分析与改进 我们点开分析与改进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呢 第一个 共享iPhone分析 我们把这项给它关上 这都是耗费资源的 包括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 自身的一些敏感信息 另外呢 如果说这个大家 还起了这个iCloud云 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它也会显示出来 有一个是对iCloud云的一个分析 因为我之前已经把这个iCloud云 已经给关上了 所以你现在看不到这个功能了 但是如果说你们要是没关上的话 那么你们在这的话呢 应该是能够看到这个iCloud云 有这么一项功能 那么你们同样也把它给关闭 这样的话呢 这个设置 这个初始的这个iPhone手机的 一个安全的设置呢 基本上就设置完了 好 那么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接听电话的时候 会感到声音比较小 或者说是这个背景噪音比较大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点开这个设置 当然了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调节音量 来调节这个大小 但是有的时候呢 在设置里边的话 你通过这个设置 也能够来提高 它的这个声音的效果 我们在设置这个里边的话呢 我们是来找到这个 有一项叫辅助功能 我们点辅助功能 然后在这个辅助功能这个里边呢 我们是找到这个叫音频跟视觉 我们点开这个音频跟视觉 好 在音频跟视觉里边呢 有一项叫单声道音频 我们把这个呢 给它点开 这个 它这项的功能呢 就是能够使我手机的左右扬声器 能够播放同一个内容 就两个扬声器同时在播放 这样的话呢 声音就会变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电话降噪 这专门是降低这个背景噪音的 这个打开 对于我们平时在接听电话什么这方面 效果也会提高 好 这是第二个技巧 好 那个第三个技巧呢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平时啊 在这个 浏览网页啦 或者在使用APP的时候 它经常可能会跳出一些 你自己可能相关的 或者说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信息 当然了 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它挺好 但有的时候的话呢 你可能就会觉得 它可能会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了 你不太喜欢就这种方式 如果说你不喜欢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来设置 把它给屏蔽掉呢 那么下面我们来设置一下 我们来点开这个设置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找到隐私这一项 我们点开隐私 点开隐私以后呢 我们到这个最底下 有一项叫广告 然后呢我们点这个广告 好 这个时候呢 在上方大家看到了吗 它有一项叫限制广告跟踪 我们把这个限制广告跟踪 这一项 我们给它点开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规避我们的个人的一些兴趣 或者一些爱好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吧 就是泄露给这个外边 这样的话就避免这个 它可能那种信息的泄露吧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果说这个大家对这方面比较介意的话 可以把它给点开 好 那么第四个技巧呢 就是我们平时呢 在用计算器的时候 用iPhone的计算器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来把它就是从普通计算器 来切换到这个科学计算器 怎么来做呢 我来演示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点开这个计算器 好 点开以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手机的右上角 把这个下拉材材给拉下来 这是那个控制中心了 我们然后呢 进入这个控制中心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竖屏 这个锁定 这个键 给它关上 好 已经关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返回计算器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屏幕给横过来 大家看到了吧 它自动的就变成了这个科学计算器了 非常方便 好 那么第五个技巧呢 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说 在整理这个iPhone手机里边的 这个里边这些APP的图标的时候 可能会 比如我们一个一个移的话 会比较麻烦 尤其是在翻页的时候 我现在来告诉大家一个 用这个批处理的方式 来整体来移动图标 会特别方便 怎么来操作呢 我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有这四个图标 我要把这个四个图标呢 给移到另外一页去 那么呢 比如说我选一个 比如格式工厂 这个图标 我按住它 然后呢 我往下拖转 好 随便一个位置 然后呢 另外这三个的话呢 我拿这个手 我给点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它都跑到了一起 都到我这手上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会再拖掉到另外一页去 好 我再松手 大家看到了吗 它直接就是 把这四项都拖掉到了另外一页 非常方便 就省得我们 就是一项一项的去拖 那样的话非常麻烦 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您学会了吗 好 那今天的这个五个苹果手机的这个使用技巧呢 就介绍到这里 好 那谢谢大家了 好 按摩